就是锦丝的激励 刘公主的武器 也是影评的深沉 皇上去看过影评了吧 真想和你说说话 好 奴婢告退 来 如意 如意啊 朕没能去送锦丝 你不会怪朕吗 怎么会呢 臣妾知道您忙于政 政务是吗 但主要是臣不敢面对 如意 如意 朕着实向您锦丝 心里面难受得很 皇上 臣妾已经替您给锦丝赏礼住香 锦丝在天之灵 会明白的 臣这个阿玛 是不是很没用 朕知道锦丝身子不好 所以让内务府打了这个锦锁 我希望他能长命百岁 平平安安 可这所在刚打好 青丝就没了 是朕完了一步 是朕无用 朕无用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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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事啊 皇上 捷报 捷报 好啊 好啊 八令部将士与我大军前后夹击 拥有御势粮草供应 达瓦齐弹精良绝 无可调之兵 众心离散 纷纷投降 是啊 我大军出气不易攻入敌营 达瓦齐及部下措手不及 自相践踏 万余兵丁轻刻瓦解 达瓦齐率亲兵仓皇逃遁 离命时分 被我追兵秦府 端书长公主呢 是否安好 端书长公主 被达瓦齐携于身边 一切安好 先由我军接回赵廖 毫发无损 好 朕算对得起皇阿娘了 传朕旨意将达瓦齐家人 借送京城 不得怠慢 尤其是长公主 慎之又慎 不许有岔子 不过达瓦齐 真有这般善待长公主吗 端书长公主她 她已有身孕 达瓦齐所以百般顾惜 准个儿多年未凭 给了达瓦齐恩典 还不知错 朕真想杀了她 只可惜 长公主出了这样的事情 罢了 朕也只好宁有佳恩 封达瓦齐为亲王 准许她及子女 居住京城 永不北归 是 朕还要以平定准个儿为由 为皇太后 家徽后 一事庆贺 臣遵旨 达瓦齐入京后 会与五门受服 行献福礼之后 只要达瓦齐能够痛改前妃 归顺头城 朕也会终身厚待 皇上圣明 太后 怎么样 横处如何 让公主无恙 一切平安 皇上后代达瓦齐及其清卷 还让礼部为您拟了辉号 是御寿二子 可见皇上人孝 皇帝若真是人孝 就该让横处和达瓦齐 这个逆臣合理 没法合理了 张公主有怨 已经无可怨了 是吗 太后 不管怎么样 张公主都能在京城安稳度日 与您团聚了 怎么会这样 AK 怎么还要 正 瞳 你不也行 啊 不行 我觉得 你不可以 轻力 还是 忘了 乱 学生 少沖 儿臣 拜见黄额娘 快起来 快起来吧 女儿啊 咱们母女一病二世 终得相见 女儿 额娘 女儿再也不愿离开你了 不能离开了 不能离开了 儿臣以探食端叔姑母为由 去达瓦齐的府邸看过了 他还算安分 探子也来报 说他心智跌舵 放荡度许 达瓦齐不耐惊中风俗 每日向大吃中央屈额竹鸭 沐浴其中以为乐趣 他还单于饮食 大吃大喝 日夜不休 黄额娘昨日还和朕提起 说达瓦齐遭她府邸 酒气逼人 要横措 移去慈宁宫居住 朕也允了 黄阿玛 仁孝 体念黄祖母心意 朕对这个妹妹 真是满心的愧疚啊 听说端叔姑母已经进宫了 皇阿玛可要去看看她 快听叫 停 你我兄妹多年未见 不必行大礼 不 先君臣后兄妹 横措不敢见缘